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門上面會有那個改映的地方改映就可以了 明天退房時間是11點之前 方法直接放盒子房內禁煙 講一下因為我們旁邊24小時的櫃檯 所以晚上10點之後進出一定要確認卡丁自己的攜帶 待會不會鎖 改映那些都不用 但房間一定會 好現在你們上去 走吧 我們今天在9樓 對走 很棒耶 還有的都可以玩耶 跟那個高雄行李一樣 對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火車站附近的中校夜市 呃這個 傳思文女 沒錯 傳思文女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就在中校夜市的正上方 剛剛要check in之前呢 南北爸已經先去買了一盒小籠包 跟一個 派奶奶的奶茶 就在樓上而已耶 天啊 超方便的 而且下樓看你想吃什麼 就吃什麼 剛剛一路走過啦 我今天什麼東西都想吃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附近 不管是你想吃牛排 吃米糕 還是吃雞排 不會燙 還有一個 剛剛我物色好了 香腸炒米糕 香腸炒米糕 對 好特別喔 老闆說他晚一點才會好 所以我等一下再過去一點 那今天我們為什麼會錄住這個 傳思文女 所以我們前一天錄影在南投 但我們覺得 南投這樣直接殺回去台北太累了 所以我們中間還是找了一間文女 就讓我們大家可以說實一下 各位 如果來台中火車站 不知道怎麼選擇這個飯店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間 你這個價格來說是非常親密 它一個晚上多少錢 大概是兩千出 很便宜耶 真的很便宜耶 為什麼我會覺得便宜 是因為它是兩張大床 而且 它外面還有一個露台可以走出去 白妹媽等一下晚上要帶一邊小桌一杯 而且它還有一個大預告 它最特別的是它的那個洗手台 它洗手台是兩個 兩個 不用打架 對 超棒的 我覺得這整個空間 兩千出 很可以耶 我帶大家看一下 好 現在我們這一進來的地方 這是大門 在我的左手邊呢 這是書桌 它的書桌是從門口一直延伸 到對面 然後有放四個茶杯 然後水瓶 裡面有茶包 然後那邊有個很漂亮的台燈 這邊是沙發區 有一張很像樹葉形狀的桌子 非常可愛 往左手邊來 現在這個是第一張的雙人床 我們再往左邊走 這個地方呢 是第二張的雙人床 床的旁邊呢 床頭都會有附插座 但比較可惜的一點 我覺得它應該要附個USB孔 可以改良一下 這邊有一個 網美最愛用的一個搖椅 但是我是不知道說這個承重可以到幾公斤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後面 是不是各位 夠漂亮吧 我超愛這個地方的 而且我發現台中的飯店 他們很愛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們都喜歡這樣 一開始剛來的時候是這樣 剛來的時候是這樣 這跟我們上次住的一樣 拉開來是一個遊戲式 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露台 我覺得在這邊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啤酒 還是喝個紅酒 有沒有然後再點個牛排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浴室的部分 浴室一進來呢 這邊有兩個洗手台 然後它就是有附那個 牙刷、浴帽、刮五刀、束口杯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凝浴間加浴缸 那這個浴缸我目測大概也是 只能一個人泡了 那我們進來一點 那你坐進去幫大家 怎麼可能跳到 有多少空間這樣 啊 就是你可以坐進去的 我可以進來啊 對 然後它這裡 所使用的那個 墨浴爐跟洗髮精 孫日佐食 以上 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可以去 可以去樓下買東西吃了 耶 就等這一刻 Let's go Let's go 剛剛我們去買完那個 味泉米糕 這也是大家 在網路上最常推薦的一間米糕 所以來這邊一定要吃的 味泉米糕 我們往前走 往阿滾買 鐵板麵 那這一條路上呢 就是台中人所謂的 忠孝夜市 這一條路上 非常多吃的 而且好多牛排喔 那我們現在要買的是這一間 這個叫做88號 好不好 那我們就回頭見囉 妳現在買什麼 我買那個 香腸炒米腸 妳現在走到哪裡 這個是零角酥 零角酥 嗯 哪裡有賣零角 吃對面 亮 好小一個喔 好吃 想要吃看嗎 看多少錢 50塊 這間叫香腸炒米腸 我剛走過來就看到了 那時候老闆說還沒開 它裡面有超多料的啦 對啊 200塊我就很滑 目色大概有超過10種了吧 木色大概有超過10種了吧 我有買那個 一個苦瓜排骨排 喔 我想喝腦水嗎 那我們現在要買那個 米糕旁邊的 南台中肉丸 我要一個肉丸 我不用帶子 放這裡就好 其他價錢不算貴 吃來看普通辣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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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們在我們房間外面 露台 應該可以說是它的頂樓 我們這邊露宿的是 酒樓的家庭房 然後它外面有放陽傘 然後跟椅子桌子 就滿有那個意境的味道 稍微做一個分享 就早上的時候可以出來外面這邊 用著早餐 或是你想要在這邊 拿個筆電出來在這邊辦公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享受 我們今天早餐很特別 早餐是南美媽自己用 因為我們前一晚是去南投路 因為有帶了一些食材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熱鴨吐司 然後再加蛋 因為現在買不到雞蛋 所以我們用鴨蛋 我覺得這個船師文旅 它的第一位置就是非常的理想 你想吃什麼你就下去吃 不想要人與人接觸 我們就馬上來這邊吃 這裡就簡直就是 美食的一級戰局 沒錯 而且牛排店 不知道為什麼會我們流行 對啊 一整條路上 請問一下台中人 你們有多愛吃牛排 然後其實它其實對面 就是國賓影城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整個地位置是非常理想的 吃東西方便 看電影方便 然後連交通都方便 以上 這間的名字叫做 船師文旅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喜歡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然後才不會錯過我們這些影片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 掰掰